鑑定 专用 各位大家好 今天搬了一个电视 我几年没有试电视 我们有看电视, 但我没有试电视 它是 LG 55 吋 55 B 7 开来看看 完成! 哇! 很薄! 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郭杰, 欢迎来到 www.fifat sound.com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和试的产品 就是 LG 55 吋 OLED 55 B 7 B 就是 OLED 的电视 亦是比较强 包括有道比 Vision 4K 当然有 HDMI 2.0 现在买电视, 应该要有最新的 Vision 它也有齐 亦不是音 亦不是旗艦 所以价钱 虽然它是比较贵 但也不是最贵的那一款 我觉得也属于 最普罗有要求的朋友 适合买的尺寸 因为是 55 吋 现在的屋子也不太大 所以 55 吋的尺寸 也比较适合 Panel 真是薄得不得了 供电部分 以及 Video Processor Input Output Io 就在下面这个位置 是白色的 也不是很大件 散热孔全部在上面 如果你贴着墙 它也有足够空间的散热 其实这部手机 Toto 有4组 HDMI 3 和4 放在机背 另外就是 HDMI 这里有两组 Input 这里的 HDMI 又打横 所以真的长头、大头 都可以在旁边进入 你这样指着它 然后按中间的一粒 可以吗? 成功! 开始吧! 开始吧! 现在下方的主要是 A-D-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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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A-A-A! 它增加了很多光铜暗的信号 所以整个画面会变得很厉害 这里其实它有几个项目是设定了 清晰、标准、剧院主页、剧院用户和游戏 为了要取得更好的光亮度 通常我都会将OLED灯调到高一点的位置 现在试试,有一盏100 虽然这部机器可以做到很厉害的对比度 和很光亮, 但不代表你的眼睛看得舒服 所以不一定要按到100 视听环境是很黑 或者常常会关掉很大部分的灯来看 这个OLED灯就像你投影机的光泡 会设定小一点会好一点 因为它其实很小 它有100级给你慢慢调 所以你可以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这里是动态对比度 动态对比度其实很久之前已经有了 其实如果你在一些极光极暗的画面反差之下 其实你可能会看到有少少的延段 即它会等一等才会移动 但这个动态其实已经是近年来说越来越少了 去到这一代机器 基本上我就不察觉到光暗 是会有延段的 开了这个动态对比度 其实整个画面是真的好看好多的 但已经是改变了画面好多 高反而会太多的 极致解像度 让你更加一些比较暗的画面 亦都是有人会将这里 例如你的画面是1080p 不是4K 它怎样可以在4K panel 里面加强一些 这个极致解像度 这个动态也不多 而且那个表现的帮助是很大的 所以我都开了它 同样我通常这些操作性 如果比较强 我都会选在一个最小的状态 就不会这么高 边缘增强器就很简单 它跟Shopless 不同 Shopless 会整个画面平均地将弱力度加强 边缘增强器就不是 它只是会调节画面上 这些光暗反差比较大的 我们叫边位 特别高 Edge Enhancement 其实开了之后 我都看不到它有什么明显的技术 所以开了会好些 我会开的 白平衡 白平衡最好要用基镀 影像选项 这些声音减少 包括降低杂讯 这里其实有自动 但这里的自动 我反而觉得它有些技术 这些声音 这些神奇旅盒 其实它也有很多声音 为什么会有多声音 这些声音 不是因为碟子的问题 也不关线 不关机器 不关电视机 是这些声音 本身在电影舞台里 已经有在这里 如果你减了它 没问题 可以看到画面滑一点 在动作之间 那些细节就会减少了一点 如果既然这些声音 本身是有声音 给你的话 等于菲林 看到微粒一样 本身电影里 应该要有的内容 我认为 不应该 刺激太多 除非你真的很怕很怕 看到声音 一看到它就吵了 你可以开一点 它不动 没有问题 它一动就会变成 好了,MPG 杂讯 现在很少会用到 自动或者关 我就常常关它 好了,Black Level 如果按到高 其实它的底部会更亮 如果按低 它底部会更黑 True Motion 电影的软件 都是24架 即23.97 在动作流畅度来说 真的不足够 在隔和隔间 做一些Interpolate 即插直 来模仪中间 遗失了的动作 眼睛 会令到动作 顺滑一些 甚至过分顺滑 但事实上 你看到的顺滑 都是一部机 特意做给你 而不是真实 录到的真正顺滑 所以这里 它可以让你选择一个选择 这样流畅看 你看到画面 好像快镜 清晰也很棒 基本上流畅 主要让人看 动作比较快 动作会更轻 清晰 如果画面 看静止多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的细节 会更多 就像动作器 也有很多时间 放定镜子 所以这两个选择 难道一看一看一看 当然不可以 用户 用户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Deblur 第二个是抗震 第二个就是 如果走得快 其实动作和动作之间 会有些梦 这个Deblur 可以令到动作和动作之间 的霧感减少 这个效果是做得非常好的 现在看到我是开爆 开爆是完全没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抗震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动作 好像快镜子的感觉 这个其实 你是可以开一点点 顶着我 我是两格 其实第三格开始 已经立刻 已经很顺利 很顺利 如果我自己开 我也会开两格 好 搞定 吃碗面 走 好 好 OLED 也是OLED 最便宜的 55 吋 OLED 55 B7P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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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便宜的水平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OLED 的发光体 颜色 真的有力 实正 密度非常高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面 第二科出来的画面 亦是调整的 将OLED的效能调整 跟大部分电视也是一样 你需要在家用时 把这些参数按低一点 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平衡 和一个比较自然的画面 可以去看的 它的黑位真的可以做到非常之黑 它的光位 光度亦可以很光 很光的情况之下 它的颜色的层次感 还是很好 当然 OLED 会有更加贵的型号 画质更加高 但是 这个入门版的OLED 在55吋的画面 其实都已经做得非常之很好 为什么突然会试这个电视机 就是因为 我想买一部电视机 但是 电视对于我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最高的主要 我会在投影机和银幕 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紧张一点 我都会选一部 比较中规中矩的电视机 去做这个测试 不是贵的 但是又不想它太差 这个就连续再决定了 今次就和大家简单试一下 我自己试一下 又是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报告 给大家 知道一下 入门的OLED 电视 其实水平也去到哪里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 给我点赞我 未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 在APP上有个小铃铛 按下小铃铛 我的新片第一时间 就收通知了 下次再和大家再见 好,就是这样 拜拜 好,就是这样 我去的这个电视机 有点好,就是这样